请观赏复陪梅时间 您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怎么样会变成一条船 那么我就用另外的 简单的这种 经济一点的鱼 来给您做的是 吸杂的桂鱼球 这两道菜都是用鱼 来给您示范 那么等一下广告之后 许师傅就要给您示范了 现在许政府许师傅 就已经到我们现场来 要开始给各位示范 这道非常豪华的 一道用鱼来做的 翡翠诗班舟 不是稀范 这个舟是船 好 许师傅你好 傅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您好 我想这样子吧 你已经做好了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先来蒸 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 这个还不是完成的 但是这个鱼的部分 已经做好了 请看一下 这个是用石斑鱼做的 那么这个石斑鱼的鱼肉 已经拿下来了 而且已经卷成一卷一卷一卷的 这个两边都有 那么然后它站在这里 上一条船 那么等一下还有画的讲 那么现在这条鱼就先来蒸 蒸多久时间呢 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左右 哦好 那么水开了 就要给它放进来蒸 我来蒸好了 好 那么我想这样子 你另外有一条鱼嘛 就请你把这个做法 先示范一部分 这个今天用的是石斑鱼 但是呢我想其他的鱼也可以 只要是这种 只要鱼身比较圆一点就可以 细细长长的 鱼身比较圆一点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鱼肉比较厚的这种鱼 好 那么这种鱼呢 这个鱼肉厚 等一下鱼肉拿下来呢 才能够给它 这个取一片一片的鱼肉来卷东西 现在呢 这个许师傅把这个鱼的鱼鳍呢 都给它切下来 我想这些工作呢 可以这样卖鱼的来帮你做 然后呢就把它这个鱼头 刀子 刀子 也是薄刀 薄刀 这里还有一把厚一点的刀 把这个鱼头跟鱼尾呢 先给它这个 给它这个切一个刀口 然后呢 从这个鱼的背上 把这一大片的鱼肉呢 就给它这个 片开来 并不给它切断 不给它切下来 只是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片的翘起来 然后呢 成为一大片的鱼片 冷就还连在这个大骨头上面 那么所用的是五片 五片 五片 六片的话呢就是六片 哦 哦 这样子 怪不得要厚一点的 这个肉的鱼 这样子的话 这个鱼片比较好卷 好 我想大家看到了 好了 这样子切好了以后 切好用 里面要卷什么东西 就虾胶 虾胶 也就是虾泥 对 把虾呢给它这个剁碎了 然后里面呢加了这个蛋白 蛋白 太白粉 佐料 蛋白 太白粉 盐 胡椒 麻油之类的 所谓的佐料 好 那么然后就给它这个 搅着这个 绵绵的 太白粉 每一片的鱼肉上面呢 要摸一点这个 干的太白粉 干太白粉 干太白粉 对 是啊 这个酿的东西 有干的太白粉 等一下它才不会掉下来 然后呢就给它放在这个缝里头 把这个鱼肉呢 倒卷过来 倒卷过来 干的太白粉 没关系 这里是干的太白粉 如果没有这个太白粉的话呢 等一下熟了的时候呢 那个虾泥容易掉下来 掉下来 对 这个酿的东西 一定要这样子 好 不要紧慢慢做 没有关系 它这个一球一球的 越到后面呢 越小一点 因为鱼的尾巴 靠近尾巴的地方呢 鱼肉呢 就比较小片一点 这样子折进去就好了 好 我想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给它包在这个鱼肉里面 把这个虾泥呢 包在鱼肉里面 这样子 好 五片 或者是六片 等到蒸熟了以后呢 这个鱼肉熟了呢 用筷子一加呢 就下来了 就是一卷 很容易 这个 分的 你真有本事 这里是七片的呀 七片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片 不会片 多了一片 很好 因为我们这里现场的人也很多 等一下要尝一尝 好 先坐上来 好 另外一边呢 也这样子做 同样一样做 对 要加上蛋黄 哦 还要加上蛋黄 上面加个蛋黄 这个蛋黄呢 一方面是点缀 一方面呢 更加的好吃了 这个 他把蛋黄呢 也给它 搓的一小球一小球 然后呢 就放在这个 对不起 反过面 好 就放在这个虾泥的上面 因为上面 虾泥粘粘的 用力的往上一压 它就粘住了 好 这个蛋黄给它搓的小小球 给它这样子放上去 很好看 好了 两面都这样子做 做好了以后呢 就放在盘子上 就像刚才的 那个样子 然后呢就拿来蒸 蒸25分钟 25分钟太多了吧 20分钟 20分钟够了 当然要看鱼的大小了 那把它蒸熟 那么蒸熟了以后呢 你还要给它这个 你刚才讲这个是 算是船的 姜 对 那个姜 对 那个姜 我们叫卤 对 是蟹脚 蟹脚 这个是 这个已经熟了的蟹 蟹肉的蟹甜 拿下来了 蒸熟了 蒸熟了的 好 这个等一下再要用 那么另外呢 这个做好的鱼呢 是不是要给它再 你这个所谓翡翠是什么 翡翠就是菠菜汁 菠菜汁 菠菜汁 菠菜鱼就是 它油再炸过 加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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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再炸 给它炸过 炸过 好 这是炸好了的 绿绿的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这个摩翰鱼很有弹性 因为它是蛋白 混合在一起炸过的 还有这个配料 配料是 珍珠菇 珍珠菇 对 这个是做什么用 等一下在 勾芡 勾芡的时候 我想你这样子 就把勾芡先勾好吧 这个鱼就快 这个蒸熟 还要再蒸一会儿 你现在要油 没有水就喝油 要水 喝的要高汤 好 好 那么我们就用水好了 这个水的多少呢 是看这个 盘子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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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这个人数 看鱼的大小 那么然后呢 把它这个烧开 如果家里有这个高汤 有很轻的鸡汤 那就更好了 那么就把这个 汤先烧滚了 然后里面加什么东西 一会儿 烧滚了 加菠菜汁 珍珠菇 哦 珍珠菇 好 再勾芡 还有加调味吗 调味料 要 味精 糖 一点点 味精 味精 这个是盐 对 这个是糖 好 好 这个 雪师傅 烫开了 好 那么 把珍珠菇先倒 哦 珍珠菇先倒下去 好 然后这个菠菜汁加进去 还有盐 那个是盐 然后这里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要给它滚是吧 这个是把这个菠菜汁给它勾个芡 那么等一下就淋在这个鱼上面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菠菜汁是绿颜色的 很漂亮的翡翠绿 所以这个菜名也就从这里而来 许师傅 如果是用这个吃中鱼 恰张或者是嘎拉肥来做这个菜可以吗 肉不够 它太扁了 肉不够厚甚至太扁 不够厚 那么用那个现在很多鲁鱼 鲁鱼就可以 鲁鱼可以 因为这个石斑鱼呢 不但价钱高 而且不太容易买得到这么大条的 所以我想一般的家里 如果想这样子做的话 买鲁鱼现在很便宜了 鲁鱼再代替就可以了 鲁鱼 还有那个马头鱼 马头鱼也可以 马头鱼也可以 好 好 那现在已经好了 我这个火关掉 这个鱼也蒸熟了 好 这个 那到这边来 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个鲁鱼 你再给它放上去 把这个蒸过 蒸热了的这个鲁鱼 就是这样子排在 插在上头 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容易 就是给它插在上头这样子 像个蒸一样的 好 像个蒸一样的 这个是 因为是个粥 必须要有蒸才能够划得走 好了 就这样子给它插在上头 然后呢 就把这个汁呢 淋上去就好了 来 好 这个汁 这个汁在这里 给淋上去吧 不要淋在鱼的上面 而是要淋在这个下面 把它当的是一个海水 碧绿的海水 这个 好 我想这样子转过来看 真的是很好看 好 今天的盘子不够大 盘子够大的话 做出来的这个翡翠的这个汁呢 就全部都可以放进来了 好 我想这样子就好了 今天这个翡翠十班周 就是这样子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 这个创意非常的高 谢谢许师傅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的欣赏 谢谢 各位观众您好 我要给各位介绍的呢 是西杂的桂鱼球 这种桂鱼我想可能你在市场里头看到过 我们台湾呢 最近有很多新鲜的切的片 超级市场也在卖 这个传统的市场也在卖 那么也有从日本进口的咸的 你如果吃咸的呢 你就买一块咸的来 或者是淡的 就是这样子 不管是哪一种 都要把它先蒸熟 那今天呢 我就用这个咸的来做 你也可以买这个鲑鱼罐头 鲑鱼罐头呢 是有大罐有小罐的 那么它里边呢 已经是都拌好了 碎碎的了 那么这种油鸡的 这种鲑鱼的这种香味 也很好吃 这个鲑鱼罐头的这个肉 你要买这个比较大块的 然后呢 你自己来把它拆散 那么如果今天像我这个 要用这个咸的这个鲑鱼呢 也是要把它给它拆散了 蒸好了以后呢 来给它用手撕 很容易撕碎 那么撕的一小块一小块 喝的你也可以 这个用这个刀子把它切开 这个它里面的组织呢 是一片一片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 用手呢 给它捏碎 把这个大骨头呢 拿掉 就是要这个鱼肉 这个骨头呢 全部不要 这里边的骨头呢 并不多 只有一个大的骨头 而且还是软的 在这个中间 好 那么今天用这个 就给它这个撕好 不过太大了呢 还是要给它 用刀子再切一下也可以 这样子 差不多有个拌饭碗多 就够了 那么这个是有咸味的 那么这种台湾这个新鲜的 没有咸味的 等一下你这个调的时候呢 盐就要多放一点了 好 另外呢 除了这个鱼之外呢 用的最多的呢 就是马铃薯 这个马铃薯又叫做羊山芋 你可以把它削了皮以后呢 切成这样子 一大块一大块的 给它煮熟 这里呢 是煮熟了的 煮熟了呢 把水倒掉 那么水倒掉以后呢 还给它再放回锅子里头 然后呢 再给它再拌一下 所谓的拌一下 是希望它的这个水分干一点 把它水分呢 全部给它靠干 所以呢 这样子给它这个 在锅子里头呢 再来回的 给它这样子 炒拌 但是没放油 这是干锅 那么等到它完全没有水分了 干干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 压的东西呢 把它压碎 这个压的工作呢 凉了以后压也可以 但是热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压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压的这种锤子 你可以把它用这个刀面 给它刮碎 这个刀面压 刮呢 就是像我们通常那个压大芋头一样 用这个刀面啊 这样子给它压 磨 磨碎 这也很快 也很快 那么 稍微凉一点以后 就比较更容易做了 好 那么要用一个大碗呢 来拌 这样子来回的把它 给它这个都压碎了 好 放在一个大碗里头 然后呢 跟刚才的这个鱼呢 要拌在一起 看你要做几球啊 而且要做多大的 那么看这个洋芋的 这个泥的多少就知道了 通常呢 这两个 可以做成这个小一点的八球 这个洋芋压碎 是外国人最拿手的 他们这个有专门的 这个做这个Mesh Potato的机器啊 每个家里头都有那么一个 像刚才我用的那个 压的那个锤子 也是属于这个洋芋泥用的 好了 那么这样子呢 就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洋芋 给它压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鱼也给它放下去 但是呢 还要放一点这个洋葱末 这个洋葱末呢 就是切得很碎的洋葱 或者是把它炒熟 或者是用生的 都没有关系 那么然后呢 就给它用盐和胡椒粉呢 来调味 好 这里呢 就是刚才的这个鱼肉 那么除了鱼肉以外 你也可以放一点这个青豆 放几粒青豆 看上去比较热闹 那么这里呢 是洋葱 我这个用一个锅子 把这个洋葱呢 要炒一下 炒香一点 炒软一点 再倒进去 也有人喜欢吃生的 磨这个洋葱的汁 往里面加 但是呢 炒一炒放进去比较好 用很少的油 把这个洋葱呢 给它炒一下 好 这里是油啊 用少许的油 把刚才切的这个洋葱 差不多半杯的洋葱末 给它在这里呢 炒软 炒香 这样子炒香了 炒到它透明了 有香味出来了就好了 好 那么稍微的 让它凉了以后 就可以加进来了 那么这边呢 这里是盐 这里是胡椒粉 好好地把它拌匀 再把这个炒好的 这个洋葱 也加进来 要让它拌得很均匀 你就必须要用手 来给它调啊 这个完全用筷子的话 它没有办法拌得很均匀 而且这个粘度啊 也不会粘 好了 就这样子 把它这个拌匀了以后呢 就给它分成一球一球的 所谓的西炸啊 就是西式的 什么叫西式的呢 就是最外面的一层呢 是这个 面包粉啊 这种大的东西呢 都叫做西炸 好 这里呢 把油烧热 我就开始呢 来做了 那么 首先呢 要蘸一点面粉 然后呢 再蘸这个蛋 这个蛋呢 蛋黄蛋白都要 给它打散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个 做成一个球 一个球的 首先呢 要在这个面粉上的粘一下 那么这个球的这个形状 是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 也可以叫它是橄榄形 但是呢 两头并不煎啊 好 现在呢 油烧热了 就可以把这个 粘好了的这个 来下锅来炸 你也可以做好 蘸着面包粉以后呢 给它冷冻起来 什么时候要吃 什么时候拿出来炸 也可以 好 椭圆形 先蘸面粉 蘸着面粉之后 就是给它淋上蛋 蛋汁淋好了以后呢 才能够蘸上很多很多的 面包粉 如果没有这个蛋汁的话 这个面包粉呢 就不容易上 不容易粘得上 但是没有蘸面粉的话呢 蛋汁也挂不住 所以为什么 就一定要蘸这三样的东西呢 原因呢 就在这里 一样一样的 它都有它的作用 这种的 不管是炸什么 是这种程序炸出来的 就叫做西炸 好了 那现在呢 这个面粉蘸好了 就开始蘸这个蛋 那么为了快 现在时间不够了 我就把这个蛋汁呢 就淋下来了 本来呢 是应该一个一个的去蘸的 把它蘸上这个蛋汁 然后呢 再淋上这个面包粉 好 好了 那么就是下锅来炸 这个东西呢 都是熟的 所以只要是把外边 炸的这个黄黄脆脆的 就好 不要怕它没有熟 好 现在这个因为 看你这个数量 如果是一下子放很多下去 那么你这个油 就可以热一点 可以热一点 而且油的量也够多的话 好了 用大火来炸 把它炸黄了就好了 如果你是冰箱里拿出来的 你就要慢慢炸 大火下去以后呢 把火要关掉 慢慢地让它这个 一点点的里面要透才行 所以炸东西呢 不一定是 不是一个方法 要看这个材料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再来决定炸的时间 和炸的这个油的温度 才能够知道 好了 把它炸成金黄颜色的 就可以捞起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吃的时候 你可以蘸这个 番茄酱 也有人喜欢蘸这个沙拉酱 随便 好 那么就把这个 放在这个盘子里头 这里呢是番茄酱 给它敷在上头 好了 这一道这个西杂的 这个桂鱼球就做好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就把这个相应 那一道 这一道 这一道